院长苏贞昌呢 昨天是接见8名 打算要派任 县市的这个警察局长 个别会面了5到10分钟 引发外界热议 质疑难道是为了要备战 总统大选先动员吗 更多的内容 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李佩萱 各位大县长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我们业预兰委员聊到什么议题呢 我们都知道一定是跟警察有相关性了 好 首先呢 我们的苏院长在昨天呢 他找来了8个县市 你将接任的这些警察局长 找到这个院里面 跟他个别会面 那都单独谈 大概谈5到10分钟的时间 不过首先就引来 很多很多在野党 大家在质疑说 之前真的没有看过 什么行政院长直接找 或是总统直接找这些各县市 准备要接任的警察局长来聊聊 那委员今天有提出不一样的看法 不过还是希望 里面聊些什么 可能要更公开一些吗 我个人当然认为 如果能够公开是最好的 不过因为行政院 他本来就有一个治安汇报 大家是这次被这个名单吓了一跳 哇 八个 而且这个在前一天就已经流传出来了 这个我自己就收到十几次了 所以到底是谁露出来 我们也搞不清楚 那一定是想要让这件事情曝光的人 把这件事情弄出来 如果按照过去的惯例 我们的风疆大吏就好像这个国君 他升到将领的时候 总统应该要召见一下 你这么重要的治安 治安首长派到各个地方去 也表示尊重 对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行政院治安汇报的 你的这个首长 你主持人 你耳听面密 你事前的耳听面密 总比事后莫名其妙 我们经常看到为了一些小小的事情就震怒 你也不了解那个状况是怎么样 你应该对这个你的干部要有一点信心的 你要相信这个制度 然后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案件的发生 但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什么前这个台南市警察局长周又伟 他表现得也很好 可是莫名其妙就被换下来 那这样子的问题都不应该 不应该在一个法治国家这个出现 那过去其实院长有没有召见过 有没有召见过警察局长 其实是有的 比如上个月 这个台中市警察局长 跟台北市警察局长 这两个很重要的是六都的警察局长 其实苏院长 我知道苏贞昌都有在 在这个派令发布之前 都有召见过 那这次是八个人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异议 就是说代表说并没有大小眼 我不会说是六都我就召见 其他就不召见 那我很希望既然治安是这么重要 既然治安这么重要 我们不是只有这一次 我希望以后都召见 总统也召见最好了 没错 但是委员我问问看 因为在昨天的这个场合里面 好当然警政署是属于内政部管的 那内政部长 徐国宏怎么没有在现场 那大家也质疑说为什么行政院 现在能要把手伸到警察系统里面吗 委员更要把我们提醒的是 不只是只有行政院 你说民进党接任之后 更看到各方的手都伸进来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过去看到 当你没有这些公开的行程 或等等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常常听到 比如说其实民进党在度执政的时候 我们在原来我们现在赖副总统 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我也常常听说 这个我们警戒里面 有一些认为自己应该升的 会找他们的这个大力的推手 什么仓什么仓的 就直接到这个院长室去 去献策等等的 所以与其你这样的黑箱作业 你不如就是信任 信任警政署 他有一整套的 一整套他的人才的 整个历练 整个培植的过程 然后在这边摊在阳光下 就不要再是以后还有那种不赐把拙的 突然他的 你才比他高 他命比你好 有人就讲说 从三线医生到三线三 只不要三年的时间 为什么朝中有人 这种事情都不应该再发生了 非常感谢委员保贵时间 谢谢委员 谢谢 好 您可以听到呢 昨天在行政院长苏文昌 他请了这八位 你接任的各县市的 这些警察局长进来聊聊天 那我刚刚也讲到了 个别聊 没为大概五到十分钟 不过我们也都知道警政署 他是隶属于什么 是内政部的 不过内政部长徐国勇 却没有在现场 那当然事后就有很多人又揣测了 因为那五到十分钟 到底要谈些什么呢 包含是在野党国民党 他们的立院党团总招费洪泰 他就质疑说 之前就有耳闻过 苏贞昌还有一颗 想要再选2024总统的心 所以是不是在明年 也许在二月这个时间点 他卸任隔魁之后 可能要布局 所以他要动用地方的力量 来动员 无论如何 无论大家怎么揣测 当然还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 就是因为其中的会议 到底谈些什么 是不会公开的 不过呢 我们刚刚提到 但委员他想要强调的事情 就是说OK 要先开先河 没有问题 不过希望这样的 找各县市警察局长 来了解 来喊喊话 精神喊话 并给予鼓励 这个之后可以成为常态 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 而去做布局 主播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